今天看到這麼多頭版很關注紫君 這位有視障聽障 觸感有困難的學生 考到好幾科非常之好 五星又有五星星又有的成績 反而令我想起另外一種語言 就是聽不到話的人 很多時候要用手語溝通 原來世界各地的語言都是不一樣的 甚至乎香港本地的手語 是列為世界將會貧臨絕種的一種語言 有趣的地方是 有一個社會創業家在日本 他很大上頭 希望將全世界的手語 整一個系統 可以在電腦上互相共通 即是等於一個手語的翻譯系統 他這個工程是非常浩瀚的 但是他一做的時候 雖然他只是二十多歲 但是獲得多間大型的企業 包括最先進的IT企業 去支持他做這件事 這個社會創新的力量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社會創業家 是一個日本的年輕人 日本一向被人感覺很封閉 不跟別人溝通 他的電話 只是他的國家才用到 沒有一個國家用到的地方 竟然出了一位 希望可以將全世界的手語 共通的創業家 我會問自己 其實無論文化背景是怎樣 歷史背景是怎樣 社會背景是怎樣 只要你有心 其實一定可以做到的 Zhao 哩 甚麼 我聽到 詳細 說 是 什麼 此 我們 一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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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而且